由国民党发起的还我公投 反莱猪公投两项连署 在全台同步设置摊位 花林县一共有82个连署点 国民党花林县党部 在9号10号两天发行的大型的连署活动 9号的上午是在综合市场 下午则是转到了吉安的黄昏市场 欢迎乡亲能够来到现场共襄盛举 由国民党部发起的还我公投 反莱猪公投两项连署 在全台是同步设置了摊位 国民党花林县党部不缺席 分别在9号10号一连两天 发起了大型连署活动 上午是在花林市的综合市场 下午转到吉安的黄昏市场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响应连署 甚至有民众拿了连署书 说要带回家让全家来签署 民意反对莱猪进口 希望政府不要违背民意 毕竟这东西毕竟是化学的药物 那对我们来说是 身体本身或是植物或是动物上 不会分泌的东西 大家会对我们来说 身体一定会有抵抗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个台湿是为了我们 健康我们来吃本地的东西 不要让那个有毒的猪 来到我们台湾 所以希望我们台湾都吃 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猪 这样才会健康 我们不要吃有毒的猪 花林县结合各乡镇市民代表服务处 以及地方党部一共设置了82个连署点 吉安乡民代表余振华就表示 他的服务处一个上午就有超过300份的连署书 乡亲踊跃参加联署 就是希望政府不要违背民意 国民党县党部预估 9号的两个公投分别可以收集超过2000份的连署书 目标在2月25号截止前 力拼各15000份 县党部定出了高标准 欢迎乡亲能够共同响应 以实际的行动守护死安 记者刘明胜 吉安乡报道